我们来看一下第308,回圈位数加总 OK,然后他是说将输入值每位数全部加总 然后可以得到结果 另外的话这一题比较麻烦是说 他还需要什么,在那个加总前面输入一个数字 代表说后面测试资料的数量 这有时候我看半天看不懂 不过你看底下知道,输入1的话表示测试一次 输入3的话表示测试三次 OK,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底下你总共要跑几次 所以其实这一题的话其实你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写 第一个部分先不用管这个几次的部分 这个是最后再写的话,我们先了解这个 输入9,8,7,6,5得到35 输入3,2,4,1,2得到12 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嘛,这看起来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把9,加8,加7,加6,加5 加完之后就是三数 这个的话是把3,加2,加4,加1,加2 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当然一位数啦,所以一定是0 这个把这三个加起来变22 OK,所以我们第一个 其实可以分两阶段来写 先不用管他到底要跑几次 先完成下面的部分好了 OK,那下面的部分该怎么写 其实当然写的方法 其实不止一个解答 其实解答部分的话 当然理论上我们是挑那个最最简单 最好理解的 那怎么样是最简单最好理解的? 其实我后来发现 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98,7,6,5 这几个字怎么样? 输入的话呢 当然我们理论上是把它当一个文字来看待 也就是98,7,6,5 这个是一个字串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 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我输入的话 我先把这个字9先提取出来 不过如果提取出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9的文字 那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累加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个文字转换 转换成int 或evo把它转 转完之后的话 再得到里面的9 那再跟8加 再跟7 再跟6 再跟5 这个是方法1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方法2 方法2是什么呢? 就是除以10之后的余数 余5嘛 然后再用除除把5去掉 换成6 换成7 换成8 这样也可以啦 就是你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用计算的 就是先求余数 除以多少? 除以10的余数 余数的话余5嘛 然后再用除除 除除除除除除除10 除除10之后的话呢 那5就去掉了 再来除除 再6再去掉 意思类推 就会一直往前 只剩下9 这是方法2 这是用什么? 用计算的 不过呢 以那个之前的经验来看 好像同学比较能够接受 好像是方法1 所以我先来讲一下方法1 比如说 这个数字该怎么 但第一个你需要让它先input 所以一样 我们的写法 step1 开一个新的文件 ok 自把它放在 ok 然后呢 开头部分一样让使用者做输入 不过输入的话 因为呢 我要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所以记得 前面的部分先不用转型 反正让它input 比如它input之后的话 就是98765 所以如果输入a里面的话 它是98765的文字 那如果说 我要把那个9 或者是5 反正你从这边过去 从这边过来都可以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提取其中一个数字 的话 比如提取这一个的话 那这个是整个文件 这个整个整个 这个字串 如果你要取第几个的话 很简单 a 特别注意 中瓜糊 你可以把它当成类似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 这一串里面的第几个字的话 如果假设输入0的话 特别注意 它就会取这一个字 9 如果你输入1的话 那就取这一个 2 3 4 总共5个字 所以L1n的话 就是5 L1n里面的字的话 就等于5 5个字 但是它编号一定从0开始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写法的话 比较特殊 如果你要取得 这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字的话 那你里面可以给它编号 外面加中瓜糊 就是取第几个字的意思 所以哦 如果今天我这边假设 这个print好了 比如说print A 中瓜糊 假设所有中瓜糊 0的话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 98765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会得到9 另外的话 得到9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9 基本上呢 它的形态是什么 你外面可以加一个type type type指的是它的资料形态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我今天 98765的第一个字 它会告诉我说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CLASS 就是这个里面是一个 所以如果我今天 要能够拿来计算的话 记得一定要什么 外面再把它加一个int 转换成整数之后 再来做计算 所以如果我加了int 再来一次的话 那你会发现98765 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9 就变成一个整数 你就可以拿它 来做计算了 OK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 假如这边把它改成1的话 那它就取得8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跑个回圈嘛 然后我可以先抓这一个 再抓这一个 一直抓到最后面一个 然后把它累加完 print不就OK了吗 只是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把这个delete掉 一样嘛 for i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嘛 这个时候呢因为有范围 编号从0 0到4 所以呢 for i in range 记得哦 从0开始 不能从1开始 如果从1开始 变取得8 斗点 到5的话是4 所以到5 ok 停下来 不过呢 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未来可能不一定说 怎么样呢 一定5个字 因为目前的话 当然它有5个字的 也有3个字的 也有1个字的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5的话呢 请你改成用len len len就算什么 算它里面的 总字数 那把a放进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把a放进来的话 它就帮你算完哦 有没有 如果你把98765 5 放进来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总共里面5个字 所以这边就5了 刚好 0 5 停下来嘛 所以到4 0到4 ok 所以0到4的话呢 刚好我们就是 把它一个一个的挑出来 然后并且帮我累加 所以累加的话 一样哦 在这个上面呢 增加一个ans ans 等于0 因为累加嘛 ans 本身等于什么呢 这个a 中瓜糊 里面放个i 有没有 那它刚好第一个是0嘛 所以先把9 抓过来 要累加的话就是什么 ans等于ans自己本身 加上后面的东西 那因为后面如果给它一个什么 文字 跟前面的数字无法累加 所以怎么办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记得转型 int 把 这一个9这个字 把它转换成 数字 它本来有没有 假设是0嘛 抓过来是9的文字 必须把它int之后 变成9 才能够跟ans本来是0 相加 加完之后 ns就变9了 再换8 有没有 8的话再过来 9跟8相加 变17 以此类推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写完了 enter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如果要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来的话 那我就把print 这个结果 那当然你就把nsprint出来 不过好像这一题没有那么单纯 它好像要什么 sum of digits of 什么呢 这个这个值 is 这个ns 所以哦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sum of all digits of 这一串怎么样 先输入 那因为还要后面串后面的东西 所以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几个方法 要不然就用format 要不然就用豆点 那如果说用format的话呢 我们可以什么 sum of digits 然后空一格 然后里面放第一 第一个变数 有没有 就是把a放进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ease ease 就加总的东西 然后再第二个就ans 那因为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点什么 点format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把a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里面 第二的话呢 豆点 再把ans 结果 放到这里来 ok 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所以format 好 试一下 所以呢我们就把98765 输入上去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应该得到的结果 如果按照题目要的结果是 这样 就是 应该是35 我们看一下 而且要是这样的一个字串 这个中间一定要空白 这一定要空白 所以我把这个enter一下 看一下结果 String 打到这边来了 这个 再次 执行一下 98765 enter 那这边好像有一个错误 我看一下 format 打错字 format ok format 拼错了 attribute 他找不到这个attribute ok 那一样的把这个98765 enter 好 那可以看到 sum of all digits is 98765 ok 那这样没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原则上 第一阶段 就完成了 但是呢 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他其实还有什么 要输入几次 那我想我们分两阶段来完成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先还给各位